古雨就是布谷之后 大家祈祷下雨 希望谷物能够顺利生长 今天新日子来到的这间 纯素咖啡厅是宇仁 他曾经在疫情期间一度关店 后来在大家的期盼之下 又重新开店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料理 让大家念念不忘呢 快干的批批 一请进店里看看老板的故事吧 走 嗨 大家好 我是PP 在我身边的这位是 宇仁的老板 Quinn 大家好 我是宇仁老板 Quinn 对 今天来这里是 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道是 这道料理非常特别 是在当初宇仁要关店的时候 最让大家舍不得的一道料理 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在讲猫饭吧 猫饭 对 那时候要关店的时候 大家都说什么 猫饭是 我再也不能吃到猫饭了 老板 对 很多客人都会很舍不得猫饭 因为猫饭其实在台湾 比较少见 甚至全数的猫饭就是更少 其实猫饭他们在日本的时候 他们在战果的时候 比较穷困 通常就是会把吃剩的饭 搬一点鲜鱼片 或给猫吃 就叫猫饭 的话衍生成就是人在小吃 因为其实可能有人在不小心 就吃到一次发现 好像还蛮好吃的 就是吃猫吃的东西 这边的衍生成是一种 大家比较 日本比较常见的一种 民间的小食这样子 我记得你说 之前好像说 大部分外面的猫饭 比较多什么素松拌饭而已 比较多是这样 一般的那种素食的猫饭 其实就比较简单 就是可能拌一点素松 然后一点点酱油 然后不是海派而已 那我们算是 再强调它里面的纤维 因为其实素食者来说 日式要里很多都会有一种 海鲜那种鲜 海鲜的味道 鲜味这样子 可是其实在素食里面 这个鲜味是很难做到的 比较少见 所以我们就是有强 再去强调里面的纤维 用那个秀珍菇 秀珍菇 对 因为其实虽然说 没有这样真的像柴鱼片 那么的会飘 然后会有点脆脆这样子 因为其实秀珍菇本身 也有一点点鲜味 对 有一个菇的鲜味 对 菇有一个鲜味道 对 菇有一个鲜味道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点香料去调食 让它味道是比较 比较接近那个柴鱼片的香味 对 甚至满多客人吃完 都我们再确认说 你这里面真的没有柴鱼片 真的是素的吗 真的是素的吗 对 可能那个脆脆口感 就是用海苔酥去取代这样子 我记得我在看那个毛饭上面 还有摆一些烤的蔬菜 对 我们都会配一点蔬菜盘 主要让它看起来是比较日式的那种感觉 然后一个设计这样 那时候为什么 大家会对这道料理那么喜欢 你觉得 大家不太清楚猫饭是什么 对 它有抱着好 新鲜 对 它抱着好奇的心态 猫饭 猫饭在吃了吗 那为什么我也可以吃 然后就想尝尝看它的味道 就觉得好奇 然后刚好也有人分享 就会好奇到来吃吃看 一个碗装的饭 跟刚刚说到一些烤蔬菜 跟特殊的一些调味 我记得我在吃的时候 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它里面有酱油 可是酱油味道吃起来 跟平常酱油不太一样 对 因为我们店里面 比较注重无敷子的这个 对 所以我们就选用黑豆酱油 因为一般的黄豆酱油 都会有一个 麦制品的添加物在里面 主要算是增加它里面的那个 稠度吧 勾勾的那种感觉 对 那我们就是选用黑豆的 黑豆它本身就有这个特性 就不需要另外添加 而且黑豆跟黄豆酱油的 香气又不太一样 对 黑豆酱油的香气又更特别一点 对 所以吃起来其实有一个 淡淡的豆香味 可是跟平常闻到的豆浆 而不是豆浆 一个白豆 一个黑豆 是麻油跟豆浆 酱油都味道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会蛮特别的 然后再搭配你刚刚说的这些配料 对 就整个吃起来很清爽很爽口 可是又让人回味无求 那其实刚刚有说到就是 Crain其实在很多的食物上 算是很讲究 也有很多的坚持 比如说先刚刚说到的蔬菜好了 蔬菜是不是在你们店里 也有一些坚持 其实在开店初期的时候 就希望是尽量用 比较在地食材 然后甚至可以选用到有机的食材 希望整间间都是有机吗 对对对对 不过当时一开始的理想太过圆满了 大家 太遥远 对太遥远 有机的蔬菜真的蛮贵的 会贵蛮多的 而且它的供应量 不会像一般的蔬菜那么的稳定 假设虫害比较严重 那一批的菜可能就比较少 这样你就菜单要一直换 对对对对 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然后也是主要是客人他们 比较不能够接受有机的食材的价位 对 因为有机食材通常是一般的蔬菜 可能有时候贵的时候 可能会贵到三倍 三倍左右 所以之前的菜单是比较 价格偏高的时候 对价格偏高的时候 对价格偏高的 一开始开店的时候 对一开始开始的时候 然后后来没有继续坚持 不能说不坚持 还是有用小部分的有机菜 对对 小部分的有机菜 算是先让客人认识到有机这块 然后其他的身体还是有蛮多的一些好处 然后甚至味道上 也会比一般的传统菜种 再更加特别 算是风味更加明显 这样子 那其实除了蔬菜 非常著名的就是甜点 老板自己很喜欢甜点 对 甜点也是有用在地 在地跟当即使令的蔬果 对 其实很多的蔬果 水果 最流行的时候是最好吃的 甜点会随着季节更换水果 像前阵就是草莓 最尖化就是柑橘 然后我们的水果就是直接是选用 友善跟做没有農药小农的作物 大家都说这个羽人的甜点是 非吃不可 而且尤其是在那个 关店又重开了以后 出了一道很特别的甜点 其实本身自己在吃全树 就比较常会吃 也会去找外面的甜点 可是其实一般的全树那种 比较裸食蛋糕 都会比较偏裸食蛋糕的 那其实裸食蛋糕 我自己吃会比较 常吃到都是一些口感比较厚重 棒蛋糕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稍微比较黏腻 比较厚重一点 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 感觉需要一些更清爽的 想办法让自己研发出 那种比较清爽的甜点 然后最后终于在一个 失败的鲜奶油里面找到出路 失败的鲜奶油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从我找到其中的食谱里面 的鲜奶油食物去转型 研发成现在乳酪蛋糕的乳酪成 宇仁的所有蛋糕都是 无奶蛋也无福祉 然后餐点类是无五行的 对 所以纯束到它的条件 非常的严苛 在制作上就会有很多的困难 对… 所以你原本是想要做成鲜奶油 结果失败了 对 不过就意外产出了就是乳酪蛋糕的一个 出来的产品出现 这样子 那个乳酪蛋糕 后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成的 一般的乳酪蛋糕 甚至是一些牧师蛋糕 其实它们都会添加… 吉利丁 对 吉利丁其实它就是 大家都知道就是可能猪皮 猪骨去熬出来的胶脂 对 那我们这些素食汁就不能够吃 可是我们也很想要吃到那种 入口即化那种口感 所以后来我就有去尝试使用 像椰子油 还有可可脂这种 也是入口会化掉的一种油脂 去取代那种胶脂去凝固它 那当然吃起来就是 这个口感也就是会入口即化这样子 对 虽然没做成鲜奶油 但做成了大家 现在爱到不行的乳酪蛋糕 有人说来到这里 乳酪蛋糕比猫饭还要送来 差不多… 来我们店里会有蛮多一些 是过敏者 那它本身可能已经 就是肤质就不能够吃 它们因为会有肤质过敏 然后奶制品也不能吃 所以它等于是外面一般的 乳酪蛋糕通常都会饼干底 然后牛奶去做的 它就基本上都不能吃 然后来我们店里就说 好 完全这个口感 好久没吃到这种入口即化乳 而且也会有一点点乳香味的 那个乳酪蛋糕了 对 其实除了食物的这块 就是克林你对于那个 环保这一块也非常多的 就是理想在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本来在开店前 就一个是一个 非常环保的控 环保控 非常环保控 就是包包因为随身就会 期待至少一个餐盒 两个食物袋 然后甚至环保杯会随身 随身带在身上 要求严格到就是如果 哪时候我突然想喝东西 可是我没带环保杯 我就会选择直接不喝 但很好还可以省钱 对对对 所以还顺便省钱 再来就是刚好可以顺便省钱 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希望客人 尽量使用 自备容器来成装 因为大家真的没有学生 期待环保容器的习惯 所以后来就是有提供大家 可以来店里 如果你真的临时想来 我们店里有一些 可以重复使用的保鲜盒 可以让大家架构回去这样 保鲜盒让大家可以带不走 对对对 喜欢想要外带的话 一定要记得带你的这个环保餐去 不然带不走 你就知道在这里用了 让人念念不忘的 无奶蛋草莓乳酪蛋糕 用可可纸做出了滑顺的口感 而如果饮食中 把奶蛋都用豆类取代 身体又会有哪些变化 快到多用新Podcast 收听新日子完整版 让蜜亚样师为你解答 刚刚聊到与人曾经一度关店 后来又重新营业了 为什么老板会选择关店呢 主要是因为其实店里的那个预备 已经都用完了 因为我们通常在开店的时候 我们都会至少预留 两个月的时间是 就是如果亏损的话 可以付出去的那个 像房租啊电费 可能人事费用这样 通常大概两个月的量这样子 差不多十万 差不多差不多 对 那不过那时候前面的疫情 就三个月不能够内用了 其实那时候已经算是在 借钱来撑了 借钱开店 借钱营承这样 对 到最后还是真的是 钱都不够了 然后 连借的钱都不够了 对借的钱都有一点不够 因为当开始在 大家分享来之前 其实那时候 疫情刚开放那样的时候 其实还有大概一个多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 还是没有什么客人的 客人还是很少 其实我们还是要 付蛮多费用 那时候借的钱也 差不多快到底了 那是真的后来就是 有人分享 才开始有亏转移这样子 可是前面的 其实借钱就都还 还没还 对 来不及还 没有那个盈余去还 之前的钱 是后来才决定 就是把店面顶廊出去去 去抵那个钱这样子 因为其实 疫情那时候 停止内容三个月嘛 其实那时候三个月 我就在想 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做 要不要干脆就 趁着这段时间 就是没有营业 干脆就收掉这样子 你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 不确定什么时候 可以开店 可是 因为店里的房租 还是要付 都还是要来店里面 来看你们要外带 哪一天你就发现 赶出门的客人那几个 可能蛮常会有就是 整天是没有客人 可是你这样来 来这样做一整天 让你都没有客人 心里面就会有压力 在说 今天有客人多少钱 没 那是不需要 这个 而且这个状态是 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结束 因为 那时候 完全没有开放内容的迹象 然后那时候 心里的压力就很大 一直压着自己这样子 有跟我说到 曾经就是觉得 好像有点忧郁的那种 定招出现 对啊 因为其实 可能有一些朋友来找我 或是说 你都会知道 都可以看出来 就是我的状态不太OK 像可能贪度比较负面 然后比较容易抱怨 也没有开过点 然后其实都会自我怀疑 我是不是不应该就是 在一个没有经验的状况下 然后尝试开店 出现的亏损 就会觉得 因为没有经验 然后再这样 那个没有餐饮背景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 比较少人来吃啊 然后可能回馈 没有想象中好 客人就是 来的人也很少 就觉得是不是 不应该上 菜单的问题 对 就一直自我省事啊 是不是菜单问题啊 是不是餐点不够好啊 甚至可能是 我的点点不够吸引人啊 所以一直有一个 自我怀疑的一个状态 整个人的心理状态 都不太OK 整个人很负面 你还记得 你曾经说过 很抱怨的话什么呢 当初就不应该 就是接下这间店来开 还没多久 就遇到疫情的 但后来 那时候那么负面的状态 这么调适的 算是尽量转移自己注意 不要就是在店面 一直在等客人来 想说 那之后说 因为开放没有 我可以来整理店的食物 然后把它整理得 比较舒适一点 所以可能就是可以来 就可以看到 跟自己的店面 不太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多了更多绿色的东西这样 就是我们刚进门 看到的那一块 对… 全部的植物吗 对…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 就开始一直一直有在 新增啊 去养啊 养这些植物 自己种 对…自己种 为什么你会想要种植物 一方面是把自己的助力 从店里面的亏损 转移到就是去照顾植物 去关注植物的生长这样子 有那种希望的感觉 对… 就是其实看着植物生长 你会有一种 好像很… 很有名片 很有声音感 就是那种生命力那种感觉 会让自己有个正能量这样子 不是像之前都是完全负能量这样子 因为原本没照顾植物之前 就脑袋里想的全部都是店里的事 对… 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下 你又重新开店 你那时候说有一些人回来了 可是你已经决定要顶让了 对啊 其实客人有开始回来 就很尴尬的点 就是我已经在POSE 我要准备顶让收店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预备金已经见顶 然后甚至是在跟别人进行的开店 那这个状况下 我不可能一直欠人家钱嘛 客人还没回流 所以你也不确定 什么时候可以从有亏转到盈 所以那时候后来 我们就是讨论一下 就是决定 那感觉就把店面拿在顶让 顶让出去 然后把那个钱拿去付那个 钱款的部分这样子 只要一PO文之后 可能几个认识的博客就有来 就帮我们分享 就不得了了 明明不觉 对 大家都认识我们了 那这样不是更尴尬吗 可是我已经决定要关了 对啊 那时候 其实很多客人来都会 就是会回馈说 你们东西这么好吃 为什么要关店 你们不要再尝试看一下 很多客人基本上 你要不要反馈 别关 别关 就该有一半的客人 都会这样稍微停一下 但后来就关了 对啊 后来真的才是 因为消息也发出去了 亏了钱就是在那边 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这样子 然后又找到接受点养的人 我们就也没办法去 就是停止这个事情这样 所以后来决定就是 鼎浪出去关店 你说那时候有一个画面 放在FB上 对 有录我那个 最后天营业日的时候 晚上 然后其实我也想做个记录 就是我曾经 开过一间店 开过一间店 对对对 那时候就是想说 我曾经做个记录 我曾经开过一间店 然后就有录就是 我们门口的那个 会亮的那个 鱼人咖啡那个logo 然后我们铁卷门 会盖到那个招牌 就录一个就是铁卷门 把那个亮亮的灯 慢慢地没入那个铁卷门之下 然后就是意味着就是 鱼人在那边关门 跟大家谢谢大家之前 来支持这样子 你这个曲子很 就是很带 就是明天已经决定关店 然后后来又开店 然后人家很多人 很不知所措 到底要来不来 就是老板也很无奈 所以后来开店 就是因为有很多部落客 在你原本决定 要关店的时候 对对 然后那时候也是 就是可能到就是 这么多人认识我们 可是我们就这样收掉 是不是有点可惜这样子 也是那时候 重新开店的一个奇迹这样子 然后也是刚好 就是有那个希望 大家很想要你继续做的 那个希望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顶让的人就 就没有要顶了 就突然刚好遇到 就是那个顶让的人 他们反悔 这么多客人的期待 然后跟家人支持 就是 后来我就决定 尝试看看 就再重一波看看 后来就是再跟 再跟别人借钱 然后就重新开店这样子 那后来呢 就是 这样重新开店以后 你觉得 跟过去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刚好重开 又有一个部落客来分享 算是比重新开店 就是更多人认识我们的 那时候自我怀疑 真的有点多余 真的好的东西就是 要慢慢等 去等别人发现 就是 其实是等待那个时机 时机到了 对 时机点还没到 对 然后 大家发现 就是有越来越多人 会愿意来 所以其实也不是菜单的问题 也不是不应该开店的问题 而只是因为 刚好那个时间点还没到 对 时间点还没到 然后又大家的那个 重置层层 希望你可以继续开店 所以又开了 这也跟我们原本就是 想要在 古语这个节气 来到语仁这间店 跟大家分享的那个 初衷一样 古语的时候 就是希望下雨 让这些作物 可以好好的成长 就很像 大家期待语仁 可以留下来一样 对 跟老板聊了一下 logo也有蛮特别的意义 因为其实原本的开店 就是只有两个字 是语仁 去设计那个logo 重新开店需要跟 以前做一点点的改变 这样子 然后也算是去拆解一下 我们之前是为什么会 经营到要需要收掉 我们去稍微自我检视一下 然后我也同时就把 我们的logo也拆解了一下 就是山与人的概念这样子 因为其实台湾是 山是很多的 理念算是希望尽量使用 在地食材 那我们人也把它 把它拆解成一匹一纳 一匹一纳 就是在文字里面 其实它也会拆解成一个 就是人生的一个意义就是 一匹一纳是属于人 是等于代表 一匹是人生上半场 那是人生下半场 关店前的那个是 我们的人生上半场 虽然说累积很多经验 很可惜收掉 可是我们直接 重新开启我们下半场 林娜的部分这样子 我们可以去 透过之前的一些经验 一些累积 甚至客人的回馈 重新开好我们这个 下半场这个店这样子 是 所以现在这个 羽人的logo 是拆解过后的字 山羽人 还是叫羽人 希望大家来到这里呢 都可以感受到 就是人生上半场跟下半场 都会有不一样的 精彩的地方 当然你一定要记得 YouTube追踪起来 还有我们的Podcast 多用心Podcast 可以听到完整版 希望大家帮我们追踪 订阅起来 我们下次见 拜拜